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这个主角其实也花了一些时间在追寻 他曾经开补习班努力赚钱 而且是一个追求登峰造极的登山领队 不过在山上在登山的经验带给他一些新的体悟 他终于想清楚原来最适合他自己的 就是遵循大自然在山里面的生态农夫 还可以啊 因为都没人了 什么是人生的追求 各位伙伴 你告诉我为什么他的业很宽呢 少定国只想在森林里当个种咖啡和茶树的生态农夫 能带游客认识大自然的可爱 这种叫矮江绝 念一遍 矮江绝 真是乖巧的学生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叫什么呢 以前他还真接触过不少学生 早年少定国和家人在台北开补习班生活过得不错 人生四十岁转弯从农的故事 要从山和山羊说起 这是有点过分的 我们家的羊很喜欢吃它 它那个 滑蛋 好吃 好乖 认识它的人都知道 少定国帮自己取了绰号叫山羊 农场里也真养着两只当宠物 很疗愈 他说他是开始登山后才知道 山羊这种动物很特别 开始登山后才清楚自己的方向 否则年轻时的他总觉得 功课差又爱逃学的自己 不会有成就 我高二去爬山之后 跟那些登山前辈爬山 那登山是很开朗的 他愿意跟你分享东西 然后你碰到那女孩子走不动 老人家走不动 你就扶他一把 说我帮你背 那老人家说 这少年来赞 我一辈子第一次被外面的人赞美 我觉得 这个爬山怎么那么好玩 我第一次有自信心 原来开朗热心的特质 也是能被肯定的 这给了少定国动力投入登山 曾经十一天爬十一座山头 还是第一个带队全程走完北插天山系纵走的领队 有一回在玉山南风的绝壁上 他看到了改变人生的一幕 就在最危险的地方看到最新鲜的山羊大便 所以他们刚才在这边吃盐壁上最鲜嫩的植物 我在想山羊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想跟他学习 我就是这样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走一辈子自己想走的道路 有足够热情才能不畏闲阻 他取名山羊 勉励自己要好好思考未来的路 那我要的是我的收入不用很多 可是要过我觉得很喜欢很自在的生活 其实我们赚钱的目的 不就是要让我们过我们喜欢而开心自在的生活 因为喜欢山喜欢在大自然里面 所以我三十几岁就一直想要当农夫 但他不想因为耕作影响环境 这可不简单 除了心态要调整不那么追求产量 作物也得挑过 我们也可以种一般的茶叶 可是一般的茶叶 你看它就是要把树都砍掉 因为它要全日照 那我们种的这个就是原生种的茶叶 它不需要全日照 它在森林底下OK 原生种茶叶和今年已经采完的咖啡 都能在不破坏原始林的状态下 创造经济价值 你看我们看山 看自然的森林 它完全没有用农药也没有用肥料 可是它长的是最漂亮的 最绿的 因为那才是它自然的样子 那我们登山的人喜欢大自然 所以我们希望它维持 如果一个工作能守护土地 多有意义 那些年少定国的农夫梦一直在心底酝酿 直到38岁时的一次远征挑战 1993年训练有素的它 加入海峡两岸攀登队爬圣母峰 当年来自台湾大陆和西藏的登山好手 吸引媒体关注 还被拍成纪录片 我们觉得机会很大 而且我们几位伙伴都准备了十几年 只是没想到 就在预备宫顶前遇上大风雪 不得不撤退 海峡六千多然后下到五千 这一段过程呢 我有一些状况 我最后脚有一些洞伤 所以我在很前端我就停止攀登了 为了照顾同团友人体力大受影响的他 血盲迷路了 还好够镇定循着原路慢慢往回走才获救 那时候其实不想到害怕 是回来之后才想到害怕 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地专注在安全上面 在每一个步伐上面 所以我觉得那座山教我要谦卑 要专注 不放弃才有机会走出困境 那一年的少定国没登顶成功的光环 却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让自己成为自己 这是一个过程 那人生的哲学跟登山哲学是一模一样的 人的成长就是一系列的挑战 回台湾后他决定再勇敢一次 我们有认识一百多个这样的班主任 他们有的一个月可以赚十几万二十万 那可是十年二十年之后身体不好了 因为我们补习班回到家都很晚 我自己觉得我的工作这样够了 我要追寻我自己喜欢梦想的生活 就是做农夫的生活 四十岁那年他终于说服家人 结束补习班生意 一个人移居台东务农 后来随着妻子搬回屏东 住到大午山上 真正落实心中的生态农法 自给自足 中茶就学做茶 自己喝还能分享 一直想要再赚更多的钱 赚很多的钱 可是他根本没有时间花 所以你应该是每一天 都要赚你自己的生活 会比你每一天 急急赚钱更重要 日子过得去就好 登山 做茶和生活 对他来说都一样 想说过程比成果重要 欲望太多烦恼就会多 我觉得平平安安 然后可以交到好的朋友 然后做你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那才是最大的富裕的生活 这样的甜蛋豁达 很快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 有退休夫妻跟着学农业 这天还有教授来探访 他们都知道这个农夫 曾是登山家 即使年岁建长 工顶的机会少了 对大山的热情依旧没消退 各位伙伴大家下午好 好 好 十年前还给了自己一个大挑战 全世界这样的很多的山岳国家 几乎都有 台湾其实我们很多登山前辈 二十年前就在有提到要倡议这件事情 那可是在九年多前 我已经听了大概十年了 可是都没有动作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 那这些文物你不去收集的话 坏掉了 人家可能就丢掉了 这是孝定国爱山的另一种方法 他四处拜访山友收集装备文物 有登山四大天王林文安前辈的登山杖 还有后背登山客的用品 他想让更多人借由登山历史了解台湾 只是收集和维护都不轻松 财力有限的状况下 故事馆在2015年开幕时很克难 有一次差点被台风给毁了 连续两个强烈台风 三四年前 所有的风雨打进来 所有东西都湿了 书全部都湿掉了 然后会破的会倒的全倒 一千多本书全部淋湿 那我在前面的馆场晒书晒了三个多月 但就像爬山一样 他不轻言放弃 只要有人上门 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一段段登山故事 也到校园教学 更到处演讲分享 我爬山48年了 所以我在泰伍 成立了台湾第一座登山博物馆 叫登山故事馆 我们要回馈山 回馈社会 做登山人的公益活动 欢迎你们掌声鼓励 太优秀了 眼睛闭起来 耳朵打开 我们用三十秒的时间 请你告诉我 你听到几种声音 他的努力都是要告诉更多人 只要你愿意亲近山 就会更深爱这片土地 鸟叫声嘛 咕咕咕咕咕咕咕 那个是五色鸟 仔细聆听 用心去看去闻 甚至尝一尝 大自然里的好多宝藏 需要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一起守护 好来 我们到那个凉亭那边 这东西来就对了 这个是爬藤类 台湾原生种 它会爬到树上面 吸收阳光 当年它也是离开都市 走进山林 才懂得与自然共生的美好 现在开始 嘴巴打开 来 放在嘴巴里摇 然后嘴巴会感觉怎样 生津解渴 然后它真的会分泌脱溢出来 酸酸的 好 酸酸的 请问这叫什么疼 还找到很多人 想不透的生命解答 台湾原生种 血疼 血疼 掌声鼓励 答错了 你的快乐 你的健康 他看到 他也会想要那么快乐 那么健康 所以我们是有感染力的 一个产业 我觉得我把这个种植 种在他的脑海里 然后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 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 如果有人能因你而改变 想法和生活习惯 让环境一点一点变好 人生不是很有意义吗 况且这还是金钱买不到的成就呢 所以对现在的少定国来说 人一辈子的追求 不会再是登峰 而是择其所爱 好好生活 当别人看到说 这一片荒山野外 你怎么住在这里面 这个范围山空里都没有人 我说我住得这个好舒服 我们在大自然里 我觉得我比较像一个人 对 很开心 是 登山不见得 一定要宫顶去征服 过程就是学习 这也的确跟人生一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